為何找傑仔做黑合呢? 這件事是自從王飛鴻拍完之後 已經在談這件事 所以是理所當然的事 當時我記得是王飛鴻之後 我覺得聶傑可以做這些 另一個嘗試 即是另一個現代化的嘗試 這件事不太好看 這件事不太好看 我等你們打的時候不太好看 你們打的時候不太好看 不會啊 現在社會那麼複雜 就是那麼多到處都是壞人 你感覺上現實世界上 有沒有這個需要呢? 有一個黑俠將的英雄出現? 我想在很多的人這個思想當中 都希望有一個人可以超越法律之上 而去完成一些對社會的不公平的現象 比如說可能有些人不罪 而因為沒錢打官司 就變成有罪 或者罪會重一點 或者有人有罪 而因為他有很好的律師 他有錢可能打贏這場官司 這種現象我相信在整個現實社會中都會有 但是不是很普遍 但是肯定會有 這種情況出現的時候 就是為了表示大家心裡的不平 不平衡和憤怒 就希望有這麼一個黑俠 這樣的人物能夠超越這個法律之上 來去提天行道 來完成這個大家心目中的不公平 我覺得會有這種想法 這部戲比較主要是我想故事要求的比較嚴 就是說在無痛的狀況下要兩個人格鬥 這種處理起來比較困難 好像八夜都很費心急 不過出來不錯 因為蠻有無痛的風格 我希望大家能夠喜歡一個動作 是在無痛的情況下表現出來的 你從來沒見過 我希望你喜歡 你從來沒見過 好 非常緊張